想像成一條線好了 沒水 我們把音的高低想像成一條線 往我箭頭的地方就比較高 在這條上坡的線上面我隨便指定一個點好了 就比方說這個點 我設定這個點的音是A 往上算囉 一格一格的扒上去 比A再高兩格 這個就是B這個音 再高一格就是C這個音 再高兩格是D D再高兩格是E E再高一格是F F再高兩格是G G再高兩格 又是A了 這個A跟這個A是 剛好是一個循環 這兩個A 每一格的距離我們說是一個半音 這樣子 這是一個音的高低 我們衡量音高低的一個單位 你看我現在比尖所指的這個位置好了 這個位置比A高一個半音 所以我們說它叫做 聲A 旁邊寫一個聲記號 也有說A聲啦 其實都聽得懂 那 但是同樣這個點 它比A高一個半音 它也比B這個音 低一個半音 所以它有另外一個名稱 叫做B降 或者說降B OK 再從這個音 你會發現 往上推B 再往上推一個半音 就來到C 這個是一個重點 就是大部分A到B之間距離是兩個半音 那B到C是距離一個半音 C到D兩個半音 D到E也是兩個半音 E到F一個半音 F到G全音 然後G到A全音 全音就是兩個半音加起來 這個距離就是一個全音的音程 我現在把其他的音補上 像這個位置的音 比C高一個半音 所以 升C 或者是 降D 這個位置的音呢 可以說是 升D 或是降E 那升E就是F 降F就是E 這個音是 升F 或者是降G 這個音是 升G 或者是降A 這個H是 高的意思 沒有H這個音 那往上會一直延伸上去 A之後又是升A B這樣一直延伸 往D的地方也是一樣 你可以想像它是一個 一直延伸 往上往下延伸的 所以這個是A 那G 在這邊 好 那再往D一點 F就在這邊 E就在這裡 這個就是全音半音的 簡單的概念 可以